然後就突然就掉下來了 整片捧這樣 就滑了 捧直下來是不是 飯吃到一半 突然門外突然巨響 用餐客人跑出來 看到眼前這幅景象全都傻眼 只見整排機車車身前端 竟被掉落的招牌雜重 看那釘子 施工品質有問題 其實就是很耐聲哄的聲音 然後我們就看到 它的這個架子 就整個就掉下來了 前口 龍口那邊都會掉 你這樣子預估 這樣子要花多少錢 不知道耶 這狗沒辦法遇過 有人愛車龍頭全毀 有人座椅皮墊被刮傷 還有人安全帽被卡在招牌底下 回想事發當下 整間餐廳都在搖晃心有餘悸 聽到好像有點震動了 我們裡面震動的時候 就直接掉下來了 沒辦法移的話 就是接骨機的熱線危險 事發在高雄市區一間火鍋燒烤店 24號下午掛在外頭的木製招牌 無預警墜落 只見長數十米的招牌 硬生砸在外頭停放的 二十台機車上 到底為何好端端招牌突然墜落 業者也不灑灑 有可能是風太大 或者是可能日曬也有問題 事發後警方到場拉起封鎖線 並登記車主聯絡方式 店家表示會全部賠償 只不過開心吃烤肉大餐 卻親身經歷這從天而降的意外現場 恐怕車主們只有無奈與驚嚇 解高雄綜合報導